当律法的两块法板刺下来的那一天 上帝非常发脾气 所以他在摩西的怒气中间 把他的怒气彰显出来 当摩西把两块法板摔摔的时候 他大发脾气 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 你把我亲手写的法板摔摔 我要下来 让你讨仗 上帝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摩西所发的怒气 正是上帝对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 所以怒中同心 在怒气中间 同心和意 成全了神的永美 而那个时候摩西说反依靠耶和华 反忠于上帝的 站在我这边来 所有支派中间 各个听若无闻 静静的没有反应 就立位支派的人 全部站到摩西这边来 那摩西吩咐他们 你们来杀你们自己的弟兄 你们来杀你们自己的弟兄 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 那天死了三千个人 圣灵赐下来那天 有三千个人重生得救 受洗归到主的名下 这是救游与信游 遥遥相对的公义 同慈爱之间的对比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的怒气发作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承担得住 小子 我们来说 哈哈哈 谢谢大家